所以刚刚 跟大家提到 我要认识真心 我不能认妄心 认烦恼贼 做我自己 所以禅宗的一些公案 就是让我们认识真心的 很重要 你们应该都听过 二主会可大师 去见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就等一个传人 要把禅宗传下去 等了多少年 九年 面壁九年 等到一个慧可 慧可大师跪在雪地里 跪了好几天 很真心 达摩祖师 出禅定了 做了九年出来了 你 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请教 慧可大师说 我的心不安 求大师为我安心 你们听故事的时候要 你们就是慧可大师 不是 我们要录那个故事里面 你看 这样看电影才会有收获 你看电影的时候 你就是男主角 女主角 当然要看好的电影 要看这些可以觉悟的电影 你要入那个戏里面去 你看 达摩祖师说 你把心拿来 我帮你安 慧可大师回光返照 我怎么找不到这颗不安的心 找不到就是什么 假的 忘的 你为什么把他当真 你把他当真 他每天都折磨你了 你不把他当真 阿弥陀佛一提起来 他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是吧 比方说你生气了 哎呀 我怎么生气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专注念佛 这个生气就没了 会变的都是假的 你看我们的情绪 七上八下 变来变去 假的 不能当真 好 所以从今天开始 认识真心 本质清静 本质具足 不要又认那个 忘心去了 不要认贼做父了 从今天开始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了凡视讯这句话很重要 你正念提起来的 邪念的忘念 根本 障碍不了你 当然 可能有人就说了 这个道理我虽然知道 可是每一次我不想生气 还是生气 那这里要强调一个重点 你不能遇到境界的时候 才开始念佛 这样你念佛的力量不够 什么时候开始念 随时 随地 行柱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你平常念佛 你的心就比较平静 你不念佛 你的心就会常常起伏 浮躁 你的心浮躁 你很容易就被一件事 给你激怒了 像烦恼 就一定的 可是你平常都是念佛 心比较平静 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湖面很平静 旁边的树都印在湖面上 清清楚楚的 突然有一个蝴蝶 停在那个湖面上 泛起了涟漪 你看得清楚没有 看清楚了 假如这个湖面波涛汹涌 你看得清楚吗 看不清楚 你平常心很烦 你突然遇到人要生气的时候 你也关照不到了 可是你平常是平静的 就好像那个湖面 那个蜻蜓 不是蝴蝶 蝴蝶会停在花上 蜻蜓 一停 那个淋漪你马上发现 所以当我们平常念佛 你一起情绪稍微起来 你就警觉到了 接下来你就 阿蜜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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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 情绪就浮 浮下去了 你就不会被境界转了 用功啊 不是等境界来才用功啊 养兵千日 每天练兵 用在一时啊 用在境界来了 哦 那个我最容易生气的那个人来了 你练功 力士练兴啊 今天一定要过关啊 而且我们去观察自己啊 你会看到一个人 听他讲什么话 你就容易动火气啊 往往是你已经对人家存在 成见 你把过去的事啊 放在心上了 突然他讲了哪句话 调动了你前面的 Data Base 调动了那个资料库啊 调出来了 你马上就火了 你又来了 所以啊 要把资料库啊 Delete 不要装一堆东西啊 用什么Delete 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现在仓库就装阿弥陀佛 不要装这些垃圾啊 垃圾啊 不要装别人的 过去 你一装那些东西啊 你心就不清静 你对人也不可能真诚 不可能恭敬 要装啊 就装人家的优点 装人家对我的好 不好不装 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做得了组的 老和尚有表演给我们看 你看 那个 有人 拿那个录音在 老和尚 这个人骂你啊 老和尚 那个人走了 放垃圾笼里面去了 听都不听啊 只记人家的好 这个就是普言行啊 只记人家的好 一遇到了就表达感谢了 称赞如来 所以老和尚有讲过 最傻的人呢 就是把垃圾啊 放在自己 纯净纯善的心中 这句法语 你们听过没有 没有啊 今天听了 我有责任把老和尚的 妙法告诉大家 好 那从今天开始 别干傻事了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纯净纯善的心 就装万德鸿鸣 装一切众生的好 那我们的人生就知恩报恩了 你都装人家的好啊 你就会去报这个恩德了 人家就觉得 哇 这个学佛的人 真讲情义啊 真讲恩义啊 那就生欢喜了 我们就是劝敬行者了 就是为人演说了